我是小林 然后我第一次 就是以说话的方式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这里开始是我换了一个模特 因为上次那个忘记录屏了 然后这里是体现了不同的腮红方式吧 就是整个过程我只用了同一个笔刷 因为我实在是换笔刷有点累 而且你们是新手的话 我觉得一个笔刷比较新手友好吧 主要就是看笔刷掌握力度啊什么的 然后及时涂抹开 就不会显得特别的生硬 然后嘴唇这部分就是嘴唇下边和 上嘴唇下边和下嘴唇上面都要暗一些 然后涂抹开 然后这我发现我画的颜色可能有点太沉色 所以我就会稍微的用那种韵染的笔 再把它加深一点加深到自己喜欢为止 比如说偏红一点或者是偏深红一点 这块就可以 这个笔刷的好处就是非常均匀的上色 就是可以改变所有的色块的颜色 就盖上去 然后你再用这个稍微深眼的画一下唇的唇线中间和唇里头 就最深的地方稍微强调一下就会变立体 然后眉毛的话是一般是底下有一层 然后上面的话再盖上盖上一层 然后加深一点 然后顺便把它延续到就是你的这个眉弓这块 眉毛底下这块都是深的 然后就涂抹开稍微均匀一点 眉毛主要是分底下一层 然后上面毛一层 然后再上面一层就是稍微画一个一个细细的那种 然后我这里可能就选择的那个懒人的眉毛笔刷就会直接一根一根了 果知我现在在加深那个眉毛的那个就是一些形状什么的 可以修一修行顺便 然后眉毛就是顺着那个形状嘛 然后你们就这样刷刷刷几下 然后我画眉毛以后就开始画那个都跟脸在一个涂藏 这块就是加深一下眼光温的附近的一些阴影什么的 因为那块其实是深凹进去的嘛 所以那块附近眼睛附近都是挺复杂的 如果到最后再画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个立体感 所以这块你们就随意的稍微加深一些 然后即时涂抹就可以了 然后我一般画完眼波的话就会开始画那个眼白了 然后眼白一般选择的颜色就是白那块偏粉 或者是比较偏蓝灰那一块的都是眼白的颜色 然后这块就开了阿尔法锁定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画那个眼白的一些比较深的地方 然后因为它肯定是一个球体嘛 所以你要把它想象成附近都是有那种深色的 然后你就给它涂抹开来就行了 然后画完的话这些一定要注意画眼角 眼角是偏红色暗红色的 然后它画上去又会显得比较立体一些 就是它是那块是进去的嘛 涂抹的时候就从红色往外运开 就显得比较过度自然吧 就从眼角往外运开 就从眼角往外运开 那样子用涂抹开 它就会有那种眼球的那种 眼球有血丝丹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开始新建一个图层 画那个眼珠的眼珠肯定是在眼白上头的 就是刚开始先平涂吧 到时候再画那个眼线不着急 然后我习惯是在建一个图层画这个眼线 因为眼线是眼白眼球眼珠的最上面的一个层 然后我还是用了同一个笔刷从心到中 然后描一遍 就是下眼睫那块就要稍微的暗一些 然后上眼睫就要稍微的深一些 然后双眼皮也很重要 欧美人的大双眼皮都挺 双眼皮就是先画一个大概的颜色 然后你再选一个比这个颜色更深的颜色 画中间那道最暗的线 就会写的稍微立体一些 就基本上先画到这 然后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